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心目中的成都美食排行前三呢 就是火锅串串和冒菜 然后今天呢我就要去吃这家非常有名的无名冒菜 说它是无名呢 因为它是三无 无环境 无名字 无服务 但是呢依然不可阻挡在周围居民心目中的地位 这么多年来都屹立不挡 每天都有非常多人的排队 要一份牛肉 对 然后一份千分水 就是可以一样 所以它叫无骨包 它是好多吃 然后包好 找不口来 好吃吧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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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这家店呢 就属于是点完了之后就在小院里面啊 抬到它之后还要再等20分钟 等了煎干这20分钟 我们的冒菜已经上桌了 看它上面铺的是满满的蒜蓉豆豉的辣椒油在上面 这碗都在点菜的时候呢不能看到量 就是有的可以点半份 像牛肉千层堵这种呢 就是15块钱一份起点 它吃带的菜呢就是有豆芽 黄瓜 莴笋 海带 还有土豆 看到这一大盆就超级的有食欲 这个牛肉都是必然的 本身就是已经腌制过的 非常嫩嫩 吃得出来就是已经腌制过很久的一种 辣椒的味道 它具材的这个小份量就是够两三个人吃了 大份的就超级大一盆 千层堵 千层堵 好脆啊 因为一口红油涌上了 主要的这个还是微辣的 然后我觉得跟外面吃的中辣的感觉差不多 像这样慢慢的吃 不然人口红也得人呛着 看这个油就有点发亮 干了就凝固的 哎 应该吃到后面越吃越辣 这家是开在居民楼下的一家 开了有20多元的一家店 它的价格还是非常亲民的 它有一些 开在春夕路啊 看哪像附近的一些车外店比 价钱十贵 54块钱 好像豆奶是5块钱一杯 哎 现在已经吃完了 看看这个锅底还有很多的菜 这个豆筋太稀有了 这个超级辣 整个都没怎么吃 他们这家店呢 下午2点钟就关门了 所以推荐想来尝试朋友 可以早点过来 我们是11点拉的 还是排了很长时间的队 接下来尝试朋友 没有人家店 有没有人家店 很长时间的 好 好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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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